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林玉的直播间 林玉说财经 有料有趣有欢迎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三 已经到了10月份的最后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市场 更多的受到了三季报的影响 三季报出来之后市场的观感 市场的感受 投资者的行为 对走资上面形成了很直接的影响 今天A股的走作是跟一些 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股票 公布三季报 业绩有好有坏 但总体表现不佳 这样形成了市场来自三季报的 这样一个冲击 这是今天市场走作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在最近的下调当中 可以说由原来的顽强抵抗 转向的抵抗过程当中的信心不足 这种信心的不足 一方面是受到三季报 业绩称之不齐这么一个状况 确实有些上市公司 有些行业景气度非常高 业绩的增长是10倍 20倍的都有 而且不少 集中在某些领域里头 但是也可以看到相当多的行业 相当多的企业 在三季报的表现是不太理想的 这个不太理想的有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就是在三季度的时候 疫情是有反复的 是有点饶动的 第二个就是经济的增长 在三季度的时候 遇到了去年的高激素 和今年的连续增长到后期 开始有所转错 这样的影响 就叠加在一起 第三一个就是对后面的经济走向 和现在的调控的 受到调控冲击了这么多的行业 未来的这个表现有所担心 所以对预期上面 不乐观的也变得比较多 那结合市场的走势 市场的走势如果说还很活跃 如果说机会还很多 那么有可能就会改变一下 这些不利局面所形成的冲击 那恰恰不是 最近的A股的走势 机会呢 只集中在少数的个股上面 少数的领域上面 其他呢 要么摇摆 要么持续下跌 连新股 这样一个最能够反映 A股情绪的 这么一个类别 最近呢 也破发比较多 包括今天 五家上市的新股当中 又有一家的破发 昨天呢 我还特别贴了一下 最近上市的新股的表现 很明显 就是上市首日破发的 是最近一个阶段 是最近一两年当中的最多的 所以新股不败 在这一两周 新股已经败了 那新股呢 出现破发呢 对市场的会有什么样影响 我在后面的时候呢 单独再讲一讲 单独再讲一讲 新股是有人所反映的 大家可千万不要看着说 这家新股破发了 觉得是一个独立事件 新股的破发 连续破发 往往呢 代表呢 市场转向 一个最敏感的一个指标 所以呢 后面呢 我们稍微呢 聊一聊 这个新股破发 这件事 新股的事情啊 是A股呢 这个跟政策室呢 可以直接挂钩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件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呢 先做一个破裂 大致来讲呢 就是今天的走势 上午的走势呢 非常的不好 呈现出呢 明显的走弱 这种走弱呢 在我看来 有可能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 形成这个弱平衡 被打破 要再次探底 这是我们一个 初步的一个想法 真正的 可能是退潮了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呢 就是最近的市场调整 一定呢 要高度重视 也不能够轻易抄底 这可不是技术性调整 这是技术性的调整 然后呢 叠加了基本面的变化 而且呢 叠加了人性 就投资者心理的改变 所以呢 在这一代呢 我不建议呢 大家轻易抄底 或者说不建议呢 在这个太多的类型上面 盲目抄底 就在这里呢 我们保持更为谨慎一点的一个态度 因为这里的调整呢 叠加了太多因素 不是一下子 两下子就能够 给出很清晰的 往上走的 这样一个判断 也不是说呢 就算出现反弹 能够走出那大机会的 那样一个位置 所以呢 在这一代呢 就是如果说你想 稳健一点 保守一点 那就更为稳健一点 就是 保留出 这个一定的筹码 来 来观望 如果你要介入呢 就必须是很坚定的 去介入 不然呢 就 不要勉强 这是我们对这个阶段的 操作策略的一个 一个建议 就是你要么就坚定的 要么就是 观望 我们就测读一点的观望 这是 这样的一个版本